感谢广大观众支持 主上最霸气华剧界面会来咯 3月24号礼拜六下午一点半 我们不见不散咯 我是孤傲的王子 做我的故事 有违西式的往事 天天消失 我是孤傲的王子 有他的孤寂 用我倔强的方式 紧紧放肆 12月5年回台北开唱 新歌暖男张栋梁一开场 就唱了好几首经典歌曲 通着心扉记忆的上映 随便撑向你的冷酷 否定我这些日子依赖的付出 不能睡的痛楚 不知你的愤怒 不能消责你只安静的痛苦 以一席优雅王子装扮现身 台北首站1500张门票 销售一空 久违露面张栋梁不改 深情形象 我们日日夜夜都在爱着谁 闭上眼睛感觉你 就在我周围 爱不尽责推 在你的心外围 背着你 我多么的狼狈 深情演唱 沉寂了一段时间 这回做好准备 再次站上舞台 用一首首的情歌 抚慰歌迷的心 安安大明星 欢迎今天安安大明星来宾张栋梁先生 哈喽大家好 介安哥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还有现场观众 学弟妹们好 真的好巧 她还是你的学弟妹 你们为什么都不拍手 你们不要害羞啊 虽然你们来这个地方参观 我昨天才回了学校 真的吗 那你去学校干嘛 去学校看看啊 看哪里 你让他们看看我啊 那你去的学校 你最 回到学校去最想念的地方是哪边啊 其实是早餐店 早餐店吗 那还在吗 昨天进 有都还在 那些早餐店都还在 就那个熟悉的味道都还在 那你希望学弟妹给你一个属于 就是来自校园的那个欢呼跟掌声吗 你们要吗 他们不敢放肆 所以我来帮你Q就好 来世青的同学预备背哦 那三二一之后要拍手加尖叫加欢呼 这不可以吗 好 欢迎张栋梁 谢谢谢谢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我们这次历来第一次 精神都来了 因为摄影棚通常都是比较封闭式 然后就是我们自己在录节目 大家都知道什么状况 但是现在旁边看到有人在办公 然后就觉得 你也可以下去关心一下他们办公的状况 你要去看一下那个滑 滑那个荧幕的人 有没有在看你的新闻吗 还是 啊没有 他在脸书 对 他在看他脸 然后那个今天张忠良带着自己的那个新作品 对 来跟我们见面 送给建安哥一张 谢谢你 我的最新专辑 最好的快要发生 21号的时候已经发行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这真的是一个 就是这个时代最棒的礼物了 而且尤其这张CD又特别的珍贵 因为现在买不到了 我们那时候这一次是做一个独家献卖 对就是刚刚看到那个演唱会 那一天我们就是公布说我们开始预购 然后到3月11号截止之后 预购的朋友才会拿到专辑 然后现在市面上就不会有这张实体 但是大家可以透过各个数位平台 还是可以听歌来支持 这是一个最新的这种所谓 安排自己作品的方式 对 希望拿到的朋友都是真的非常非常珍惜 那如果他们就是真的很想说 请你再压一板 那你要压吗 目前是没有 虽然很多歌迷说 难道真的就这样残忍 什么什么什么 每一次都心有点酸 好像要让这些来不及当时想要拥有 但是想要拥有的朋友 目前是不会啦 我不知道之后怎么样 但是目前真的是不会的 对 那大概要累积到 什么样的能量跟状态 你才可能有意愿跟公司商量 80万张订单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一板 我个人真的觉得 我们也相当期待 可以在这个不经济的事况的时候 可以有80万张的订单 但这真的是 可能是你以前在很畅销唱片的 一些销售的数量 我没有啦 我没有走过80万一百张 我没有那么久远 不要这样 你就加起来 可能哼不啷啷加一加 你之前那么多张专辑 也是很多都成了 K歌里面的经典作品 对不对 对啦 还蛮累积了一些作品 那希望也谢谢大家 这些年走下来 不管我在音乐路上有什么改变 大家还是这么的支持 有耶 我跟你讲 你这个就是专辑的名字 单曲这个专辑 真的名字取得很好 就拿到的时候 就是一种幸运的加持 对 因为这一次整张专辑 真的心气很重 没有 因为这一次整张专辑 跟我现在的一个状态背后 最大的一个信念 就是一个期待 一个期许 然后就像这张唱片 当时大家演唱会最后一首歌 我们唱了新专辑里面一首 《晴天树》 然后大家就对这个专辑 有一点期待 然后就是每一次的期待 就是期待啦 期待是一个关键字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正能量 然后用非常乐观的态度 那相信最好的事情都会发生 真的真的 期待对大家来说就是你的撩 你就是撩人家心里头 就是一直对你有这些盼望这样子 那这一次算是这个 这也没有叫回归啦 反正就是出去旅行一下 然后突然间回家来了 就是觉得 还是用唱歌跟大家交朋友 对你来说 是一件最轻松跟最简单的事情 自在 我觉得当歌手的时候 没错 自在 然后希望歌手自己在交出每一次作品的时候 都是非常贴近自己的 都是非常真实的 那就是我做歌手一个很想做到的事情 基本上我在做一张唱片 我就是想做一张诚恳 跟好听的音乐 就这么简单 对 然后昨天我就整个就是 知道你今天要来 就更加要关注一下 最近发生的大小事 然后昨天网路上就狂洗版 然后我就想说 天哪 你为什么要再来上我节目之前 发布这么大的讯息 那我今天要问什么 后来仔细听说 哦 原来是这样 但是这是一件事实吗 你说哪一件 就是你就是在那边大家一直在那边猜说你要结婚了 没有啊 有话好说 没有 那真的没有 没有 我们今天做一个澄清大会 但是 结婚对很多人来说 的确是生命当中一件 还蛮期待的最好的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 非常好非常好 所以怀抱期待 所以你刚刚那个面有蓝色 不是那个就是隐藏 是一个就是澄清 我其实非常不喜欢隐藏 跟不喜欢说 澄清 假的一个人 所以但是最近因为在宣传期嘛 那都会做很多的访问 做很多的专访 我都是很真心真意 很掏心掏黑的在跟媒体聊天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讲 那他们也会问 那大家说什么 是不是要发片的 就是拿这些东西来操作 其实我是最不喜欢操作的人 那如果你们不问 我才不会去分享生活琐事 因为我觉得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访问 所有的专访都来给你们聊音乐 但是媒体就偏偏 比较喜欢关心你生活的一些事情 也不是啦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关心你的人 有很多面向上面的那个族群 那有一种就是爱音乐的 有一种是爱你的 那有一种是想嫁给你的 对 他们就是帮这些不一样的人问问题 那有一种是想帮你带回家的 我觉得这是真的聊得非常开心 也谢谢所有媒体朋友都这么关心我 包括我看到新闻想关心洞郎的朋友 跟歌迷粉丝们 那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 我真的过了现在的生活 现在的所有状态都非常好 非常开心 那谢谢大家的关心 对 但没关系啦 就反正如果真有这件事也是会公开的 没有 这件事他回答的意思是 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思 好 好 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我们很荣幸的就是 请你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跟张中良多年前曾经见面 我们刚刚两个小小在一起 所以很多次吧 不止一次 就曾经见了很多次啊 但是真的很多年没有见到 所以待会你送给我礼物啊 我待会再回敬你一个小礼物 OK 好 这是一个小福袋的概念 但我们今天为了对你表达 我们最诚挚的欢迎 所以 可否有这个荣幸请你担任 这个你自己 即将要上架的那个MV的VJ 然后帮我们在这里郑重的介绍 今天 是今天晚上要上架吗 没错 今天晚上十点 要上架我的第一波 主打歌最好的快要发声的 音乐轮带 真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 藉由这个提早的大概六个小时 没有 现在四点 十点 五六七八九 是耶 都你啦 害我连算数学都会紧张 那你可以帮我们直接 可以啊 等下时间交给你 然后前面你要有多长 多冗长的介绍都可以 对吗 当然你可以讲一个小时之后 就介绍完MV播完 我们就结束了 好啊 那如果没有 就无论多长我们都接受 那后面我们对你最大的致意就是 我们完整的把它看完 然后这是我们的荣幸 在你正式上架之前 真的 谢谢谢谢 不客气 我的荣幸 没有没有 安大明星最喜欢做这种事 就抢先人家播 就是媒体的坏习惯 但是我们也一直有这个坏习惯 这些东西真的是蛮迷人的 好 接下来这个时间交给张凤良 要看哪一集 这一集吗 那时间交给你 我需要帮你action吗 不用 自己来 好 谢谢今天安哥 突然间很正式没有 当然 在看Live的朋友 你们好 我是栋梁 21号的时候发行 我这一次做得非常开心 做得非常用心 做得非常满意的一张专辑 叫最好的快要发生 那这一次里面有五首歌 都是非常正面 都是一些现在我的状态 包括我的感情生活 包括我的一些对人生的一些体悟 种种都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 听得到看得到 那今天呢 很开心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一波主打歌 最好的快要发生的音乐录影带 因为这个歌其实它在唱的时候 它有一个一点点旅人的气质 就是我觉得现在地球村嘛 大家都会每天都在飞行 可能今天也在台北 明天也在东京 后天也在北京 大家一直穿梭在各个不同城市 但是其实你可能还是怀抱着对同一个人的思念 或者你怀抱着一样的情绪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歌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氛围 所以MV也拍得非常用心 然后我们到了各个地方 虽然我真的到那些地方都是营造 感觉好像到了那个地方 然后在这些不同的城市 都有不同的故事在我的身边发生 然后淡淡的 但是非常深刻 因为我觉得就像这首歌一样 我相信很多现在会触动我 会感动我的事情都是非常平淡的 那这个音乐录影带里面发生的事情 也是平平淡淡 但是就这么真实的会发生在你的周边 所以我相信这个音乐录影带会感动你们 所以现在我们来抢先 现在马上立刻吗 当然 对 我们现在马上来抢先看 我的最新主打歌最好的快要发生 这一首歌的音乐录影带 驾 每家的国字节目的音乐录影带 着有手緊他 cheese 都 Hemphill 给她伯爵 在轮廊 中间一直澟 晚期 Para误程中心 hubungward 观点 整个狂囧 hulls 在满谷 关在车楼 看我的海 this year 总有一天 我们回归 简单普通 生命总有胜任 在你的心中握出个孤狠 以后还会遇见 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 最好的快要发生 还要我们等一等 最坏的一次旅程 转身就要跑得远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你在台北做了一个霓虹的梦 它在北京生活继承一个胡同 我们匆匆掠过青春 先中重逢 总有一天 我们怀念一种平庸 生命总有些人 在你的心中握出个孤狠 以后还会遇见 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 最好的快要发生 最好的快要发生 轉身就要跑得遠 遠的 最好的愛快要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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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爱快要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很新的男歌手 所以他们就往偶像帮你塑造 慢慢地可能 当然一定会年纪见证 现在看起来就像文青那种 你现在就有那种氛围 还蛮强烈的 你喜欢当王子还是喜欢当文人 其实我没有设定 我没有设定说这张 但王子也是可以很会念书 當初是被 就是被在唱片包裝下的一個形象 也滿好的 是滿好的啊 當時是滿成功的 但是現在你說文青 我沒有刻意要自己 把自己放在哪一個地方 我覺得就做自己 那它會產生什麼樣的音樂類型 它會產生什麼樣的印象 都是由音樂去出發嗎 那有這樣的音樂 才會拍這樣的音樂錄影帶 有這樣的 反正我覺得那個氣質 是從人本身散發出來 再到歌曲 再到產品 而不是先去 把自己放到那個框架裡面說 好 那這一張我們要這樣 然後就去往那個方向前進 現在比較 自在 自在 就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對 唱歌 你剛剛說那個唱歌的方式也是 我現在也 對啊 就歌詞是這樣 音樂是這樣 我就像講話這樣 把我想講的一些東西唱出來 是 就這樣 不會說我一定要在這邊 再生一個Key 然後幹嘛幹嘛 然後副歌再重複一遍 讓大家覺得這個 就不會去設計太多 就讓自己東西慢慢成形這樣 可能也是那個時代在變化吧 對 現在大家包容的那個 心情也比較更多元一點點 對 所以連選擇歌曲 想要去領賞的或收藏的 就更多面向都出來了 所以如果哪天你也有可能唱電音 搞不好喔 要緊了你唱電音 我還真是很害怕 或是讓你唱一下饒舌 也是很酷炫的一件事情 搞不好喔 那你這樣子 長時間下來 大家想到張栋梁啊 都想到什麼文文儒雅 文質彬彬 然後 不用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嗎 我也可以 這樣也還好 這樣他們就會說是一種 OK 算性的 音氣勃發 現在的線上有13269人 在三立新聞網上面 然後剛剛你進來的時候是12000 所以在線上知道你來的 然後留在這個平台當中 多了1000多個人 所以我相信應該是一種你的那種 強大優雅的力量 然後把這些人都給他哭住了 你平常是一個這樣的人嗎 形象上長時間以來都 比較看起來就是不會發脾氣的啊 然後說話小小聲的啊 那 穿衣服一定要燙得很平整的啊 因為 哪有件衣服超皺的 今天他們燙得很辛苦 但是還是超皺的 真的 那個服裝師有來嗎 你不是還有段影片 你還穿著好的讓他 所以完全就是讓大家知道 原來平常一人 衣服這麼整齊 就是因為拿著一支那個 蒸氣運動 然後 人肉燙版 沒有 他是在幫你蒸臉 你的身上皮膚應該滿好的 那樣燙衣服是 就是一個怎麼樣的新鮮 會帶新變啊 就是一個趕時間的概念 沒有啦 可能在拍 然後過程你動啊 坐啊什麼的 又皺了 然後我也想呈現最好的效果 那 就是 就是在補燙一下這樣 你今天穿的就是很一種 浪人風的啊 又像大俠 可是你跟大俠這件事 好像扯不上什麼關係 就滿皺的啊 有有有 然後後面還有個貼布 拉鍊打開有東西嗎 有有 真的嗎 可以裝錢喔 那我來幫你看一下 就是現在 因為音樂讓人感覺是比較舒服的 舒服 所以你也讓衣服 就讓PP PP掛掛的 也不要太多束縛這樣子 對 就是舒服自在 然後不用太多拘束的那種 所以你會 就是如果放假 就不想刮鬍子那種 我真的是耶 我一回家髮哭就上來了 是 然後鬍子就 直接讓他漫無目的 看他要長到哪一天 那你最常記錄幾天沒有刮鬍子 你是張栋梁 你是王子的 你沒有刮鬍子 現在他們很難想像那個 毛在你身上的樣子 真的 不是毛 不是我本想是嘴巴旁邊的那個部分 不刮鬍子 你看起來鬍子也是 我是 很厲害的那一種耶 而且我剛開始之前 而且你有落腮鬍的概念 而且我剛開始之前才 就偷偷地補刮一下 因為其實就是每個人 就是那我這邊 貌密 而且就是鐵青的顏色在那個 完全就是遮擋不住 以前拍戲的時候 以前拍戲的時候 我還記得當時拍核群的時候 微笑Pasta 然後 都一拍了一些畫面 他們就說提醒一下 那鬥梁的鬍子要 注意一下 因為核群不可以有鬍雜這樣 真的 就是你知道大家的概念上 都覺得說是一個王子 然後看起來就是白淨的 那鬍子在你眼上 自在啦 我覺得我還是會去 當然就是理乾淨 但是有一點就是 男人分 我懂你明白 你想要開福袋的嗎 可以啊 你要給我福袋嗎 對啊 我今天特地準備的 哇塞還有禮物收 這福袋是信封啊 有拜託 信封才有誠意啊 這裡才有的信封 你去外面 挖 你真的也是很會演 你都還沒有看到挖什麼挖 可以開了嗎 都可以 不然下班再開 好 那等一下再開好了 好啊 隨便你 我回家再自己拆 不要啦 你趕快開啦 哇塞 看到一次拿出來還是一個一個拿 隨你開心 開箱文之類的 開箱文開箱 那我們先來 我們先來猜猜看 裡面有什麼呢 以這個聲音 他們應該都猜得到啦 以這個聲音的那個 就是金塊啊 鑽石啊 滿重的 滿重的 大概有三十公斤 現在是恐怖箱的概念嗎 有點毛毛的 硬硬的 沒有 應該是滑滑的 好 亮亮的 這應該是一個卡片類 卡片類 我先抽出第一張卡片 喔 什麼 喔 無敵三寶妹 真的耶 這是什麼 故事大哥 你不要這樣子 你不要這樣子 這張要到海外才有發了庫卡 所以我是去那個 部門那邊 拜託他們送我的 我說今天張莫娘要來 而且那時候超酷的 我們還在那個美麗華辦過一場見面會 你忘記了嗎 有啊 我記得啊 記得啊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這好多年了耶 不要說幾年嘛 就反正你也還 就是青春洋溢的時候 現在也還是青春洋溢啊 也還好 青春沒有在我臉上留下任何痕跡 有無渣 這個真的很那個 其實我覺得這部戲我拍得非常開心 非常好玩 非常有趣 然後因為它就是 那也是一個 喜劇 巔峰的狀態 然後也是開發了我一些喜劇上面的一些 表演方式 就讓大家覺得 帥哥怎麼會做這種事那種概念 對 因為那時候拍Pasta的時候 還是有點綁手綁腳 就會覺得第一部 偶像 也不是就是在適應拍戲的環境 這一個就是開始 知道拍戲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又開始拍喜劇 所以玩得很開心 但這個拍完戲之後 就大家也各分東西的概念 現在都各有一天天 你們都是超級支持 還是有聯絡啊 真的 有啊有啊 好 然後好像又是一張庫卡的概念 真的嗎 是嗎 喔 愛情女僕咧 這個就 這個 基本上這個狀態的時候 就到現在 也沒怎麼變 坦白講 就你 基本上這兩個 也是衣服穿不一樣而已啦 你狀態一直也都這樣啊 帥帥的 酷酷的 小王子 愛情女僕 是我拍的最 怎麼啦 她是一個那個比較長先的 時間最長 因為集數最多 每天都要播 而且你那時候當爸爸啊 是不是 是第一次 一直進捧拍戲 因為之前比較少級數的就是 都是現場 而且這次還跟一個 國際巨星合作 對對對 你的媽媽 你有來那個記者會 我們還去記者會上 媽媽你好嗎 媽媽如果真的有在看我 也是我們的榮幸耶 翁謙玉小姐 有啊 我都有跟她 有臉書 有啊 有保持聯絡 那你有跟那個 女主角聯絡嗎 有啊 小淵有啊 有聯絡啊 她也是媽媽 拍完之後就媽媽了 就去 好了 好 這是一本書的概念 這是一本書的概念 好 哇 這個就 這個就酷了吧 這個就真的是 滿臉的膠原蛋白 有耶 那時候還有嬰兒肥 這是你來這裡的第一部戲 對 那時候很幸運啊 坦白講謝謝三立 因為你才發第一張專輯 然後第二張才在籌備 然後有一天就被叫到 叫來 叫去辦公室 然後說欸 有人想找你演戲 我說啊 開玩笑的吧 他說 對而且是演男主角 啊 開玩笑的吧 然後跟王杏玲搭檔 啊開玩笑的吧 演一個那就是 偶像巨角 啊開玩笑的吧 所以當時其實差一點自己 就因為害怕而放棄這個機會 因為怕自己扛不住啊 沒拍過戲 不會啊後來就大紅啊 對所以後來就是告訴自己 機會一定要好好爭取 要 然後要把握每個機會這樣 所以當時就開發了自己 當演員的這條路 是 我叫PASTA 心靈 等一下 最後一個禮物真的很重要 真的嗎 最後一個了 對 也是一本書 是 我的寫真嗎 好 就是啊 欸 也是我叫PASTA 來說怎麼重要 在哪 他是這個 他是在這裡 電視寫真 電視寫真 其實這些東西 你看似好像很簡單 但是你真的要找還找不到 對對對 因為這些東西不會再硬了嘛 對對對 而且這些都是全新的耶 很開 他們說要 要賣錢就是要全新 沒有包 沒有拆裝才值錢 那你一本我一本 不要這樣子 欸這個啊 那個夜館人員 說一定要交到你手上 送我的啊 他們要送給你 因為這是在公司現存 全新版最後一本 沒有拆封喔 這是磨打開的 哇好懷念喔 那時候每天都要去這個地方 我跟他們說今天張東良要來 然後他說 啊那我們這邊有那個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這個耶 我剛剛看到的時候 我想說這像啊 那時候頭髮流這麼長耶 有啊 而且你那個時候 真的是滿滿的一個 膨膨潤潤的 飛飛 那時候真的很韓系有沒有 喔對耶 你走在那個韓風之前 就自己創造的 洞涼風耶 洞風嗎 洞風是一個什麼風 謝謝佳安哥的福袋耶 非常有心 好你就謝謝文娟姐好了 這是一位文娟姐送給你的 對那你等一下 這麼有誠意的福袋 當然當然 好等一下要補欠一張給你啊 文娟姐 好啊文娟姐等一下 你就收到一張CD了 然後回到我們那個音樂來聊一聊 然後這是跟洞涼之前這個 戲劇作品 對 那 我也沒有那麼早 那個你那時候第一出演就在這邊 所以很有興 在你那個 開始拍三 三寶妹的時候 就開始認識了你這樣子 然後印象當中就一直覺得 齁這個人 怎麼可以有人比我還要安靜這樣子 沒有我本身很吵啦 我是說外型顯得安靜一點 我是 你是真的不愛講話 沒有啊如果我要 還是嫌別人講話很無聊 還是你就是 腦子裡面就是都是那種很經典的啦 然後都是一些金科玉律啊 或是一些很厲害的那種所謂的 怎麼說呢 我其實有事情想要爭取 或者是我想要表達一些我的 那你覺得別人講話乏味的那種 想法的時候 我是會就是 你知道滔滔不絕的 有我剛剛有發現你其實很能說耶 真的嗎 你在介紹你的MV的時候啊 我還沒有收滿一個小時可惜 沒有沒有你再繼續說下去 應該就是也是可以 而且它有營造一種舒服的氛圍 如果那個再更晚一點聽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醉了 但因為剛好在下午 就可能稍微安定一下 就今天如果有一些騷動的話 他們就會稍微被你平復下來 但如果他們今天有榮幸在現場 讓你就是清唱剛剛的那一首 MV的歌的話 應該才是大家更想要得到的一些 我可以清唱一段啊 我可以清唱一段啊 真的嗎 那需要幫你搭這個配合 還是我們把整個全部都關掉嗎 現在是清唱很大 你要清唱耶 這樣弄兩人喜歡清唱嗎 清唱給你聽啊 這麼靠近 沒有是大家聽 對我最近了 我這個整個人那個 最 現在有一點那個緊張 你嗎 對啊 好 因為我跟你講我這個位置 我一直以來就是那種 演唱會的那種 最貴的那個票 就是可以摸到一人腳趾頭 有有有有有 就是可以想要幹嘛就幹嘛 然後聲音很近 所以 那已經不只是臨場感的問題 就像連你那個呼吸啊 都聽得到耶 好 那我唱一段這次的副歌 好喔 最好的快要發生 還要我們等一等 最壞的一次旅程 轉身就要跑得遠 遠的 最好的愛快要發生 謝謝 學弟妹真捧場 謝謝你們 沒有 他們就是最好的那個 最好的來賓今天都來了 對對對 你知道就是一個現場 他們在工作啦 其實他們也很想拿什麼 螢光棒起來揮一下 嗯 但他們就不好意思 那些孩子就是很專業 就一手拿手機一手用揮的 昨天回學校真的很開心 你被包圍嗎 對 學弟妹都非常熱情 然後非常少 所以你有收到什麼 那個最奇特的祝福還是 就是大家看到我 就唱我的歌 有個男生就直接 北極星的眼淚 真的嗎 他是什麼戲的啊 那你有跟他合照 留下大名 沒有 因為我們在拍攝 我們就很多攝影機跟著 然後他看到我 他就說 北極星的 就很可愛 我覺得學校的那個氣場就很好 然後回去 你比較可愛 因為剛剛你的模仿他就是 這是你人生第一次模仿別人嗎 沒有啊 那你經常有模仿這種 新奇的那種 也沒有 行為嗎 可是他昨天真的是這樣對不對 他說他是一個澳門的學生 然後因為他比較粗獷 是因為他可能他的國語就是 然後北極星都有 我是澳門澳門的澳門的同學這樣 他就這樣給你打招呼 然後看到一些戲上的學弟妹啊 大家都來支持 然後來採訪 然後我們在學校逛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會 就是我們去早餐店 大家說什麼什麼就 所以那個在學校那個地方 其實這告訴我們說 你還是現在就是 心心學子心目當中 就是會去追逐的一個歌手 是嗎 是啊 他們今天也 在哪裡 我要來自 是嗎 是 謝謝 其實我蠻喜歡進校園的 但是因為我 我覺得我蠻喜歡他們來的 我想要下 是嗎 欸 沒啦 帥嗎 帥 OK 對對對 他們今天就是來這個地方參觀 就是最開心的事 就這一段了 謝謝啦 我覺得其實我很喜歡進校園 包括有時候去校園演唱會啊 是嗎 我覺得在台上唱歌 下面同學給你的回饋 是這麼的強烈跟極限 強烈 而且你就可以很明顯知道他們在聽什麼歌 他們對怎麼樣的音樂類型 特別有興趣 然後有感覺什麼 那個回饋是非常直接的 那有什麼人家就是會 必點你唱的歌嗎 進校園啊 對啊 進校園 天啊我要亂凹擦了耶 他如果唱出來的話 我今天就真的是大成功了我 他看起來就是真的很難聽 當你孤單大家都會想聽吧 對啊對啊 因為校園的氣氛還蠻適合這個歌的啊 我們現在也好孤單喔 你空虛孤單覺得寂寞冷嗎 有有有 突然想要想起誰 你可以唱給我們聽嗎 當你孤單你會想起誰 你想不想找個人來陪 你的快樂傷悲 只有我能體會 讓我再陪你走一回 就 對啊 謝謝 有沒有反應啊 新歌也給個機會嘛 也聽多兩次 下次也可以超反應的 謝謝謝謝 沒有沒有我覺得就是 用那個懷念的歌 勾起大家對你的記憶 然後再給他們新的歌曲 然後留下新的印象這樣 其實當你跟剛剛 我覺得 對我覺得當你的那個氣氛 跟氛圍跟新專輯 其實真的也 你說要連接起來 它還是可以的 可以啦 反正新專輯就只是說 最近就是唱一些 你們以前還沒有聽過我唱的歌 對 總不能一直唱同一首歌 或同一種曲風 沒有 那是你不好意思一直唱 其實也真的沒有關係 真的嗎 所以以後我可以辦兩個小時演唱 會一直重複唱一首歌 OK啊 一直重複唱一首歌 你確定不會被人退票嗎 不會不會 因為我相信你就算要辦兩個小時 唱同一首歌 你會唱出二十種不一樣的氛圍 跟你做的設計編曲 這樣更難好不好 不會啊 張棟良應該也很願意做這樣的嘗試 如果他有空的話 唱同一首歌唱二十遍真的也是 剛剛那個歌不只這一輩 對啊 你這輩子到現在都不知道唱幾百遍 上千萬遍了吧 對啊 還有很多歌吧 都是一些大家耳熟能響的 你要點張棟良的歌嗎 好我好怕點歌環節 你們試試看點啊 我不會唱的我就當作沒聽到啊 真的嗎 就像那些 對 不要這樣子 他們現在正在醞釀一下 你讓他們想一下 好你們這麼賞臉給你們點點歌好了 剛剛我叫你們說什麼就說什麼 剛剛那個 戴眼鏡的同學 有要點什麼歌曲嗎 好他們躲起來 我跟你講人就是這樣 被點到說他剛剛在叫你的名字了 然後現在就全部都藏著 樓下的呢學弟妹 樓下的人先不用理會他們點舊歌 等一下再來我要先來聽新歌 好 可以嗎 可以啊 雖然你今天我的那個曲目上安排只有三首歌 新歌啊 對啊 但我一直很想要聽你說你剛剛在上 剛剛那個新聞演唱會最後唱的那首歌 晴天樹啊 對啊 晴天樹 晴天樹的副歌就是 一直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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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好啦 我覺得裡面有一首歌 蠻適合清唱的 叫 自己的風雨 這個歌我想特別介紹一下 好 你介紹 學弟妹走囉 掰掰 學弟妹要走了喔 那誰要幫我呼喊喔 對啊 好啦 謝謝你們 沒事 等他們離開之前 我就要送給你一個對學長臨別的愛 好啊 可以嗎 那我們大家高喊張東娘 我愛你之後下課 可以嗎 大聲一點喔 把我們的屋頂先開 準備了沒喔 可以嗎 好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我愛你 謝謝 世欣同學就是可愛 可是我覺得他們這樣有點不合格 就是在氛圍當中 張東娘 我愛你後面要接尖叫 然後才能走 不要那麼挑剔啦 拜託啦 你等一下 他們這個是很真誠的 沒有 他們不想走啊 你有感受到他們不想走 就是那個戴眼鏡想把他帶走而已啊 那我們再一次喔 那三 二 一之後 張東娘 我愛你 然後加尖叫 然後再看你們要不要走 隨便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預備備囉 好 各位可愛之心的學弟妹們 你們的學長今天是安安大明星來賓 那我們要送給他一個對學長的愛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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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OK 承認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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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加油 加油 真的 校園就是有這種青春的魅力 當他們進來上班十天以後 他們就再也不能尖叫 他們就覺得生活充滿了壓力 不會啦 這是學校的魅力啦 對… 保持這種熱情 他們放過你了 對 他們沒有點歌就走了 那還可以 沒事沒事 等一下一定還是會有的 你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這邊隨時都會冒出一個舉牌的手 然後跟我們說他想要聽什麼歌 但先回到棟梁剛剛要特別介紹的這個歌裡面 新專輯裡面 所以今天21號發行到現在 我得到很多的回饋 大家都滿正面的 都說這張專輯很棒啊什麼的 然後特別就開始有人說我喜歡這首 我喜歡那首 有一首歌特別受青睞 是 我那時候也預計這首歌的反應會是 最直接被喜歡 這麼厲害 因為他的情緒是尤其我們 比較年長一點 有了一點歲月 對 然後有了一點社會歷練的人 聽這歌就會特別感觸 因為他就是在講述 可能夜深人靜自己一個人 你把歌詞 對 我要來開箱 你怎麼知道 夜深人靜一個人坐在沙發 跟自己心裡面的對話 然後 你看啊 沒關係 你看啊 我知道你要完美呈現 所以還要拿開箱之後的歌詞單給你看 對 自己的風雨 他就是說很多人會關心你們 像有時候比如說我一陣子 沒發片 這是我選擇的一個速度 但是很多人 不明白跟 的情況底下 他們會覺得 你這麼久沒發片 你怎麼了 你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哪裡不好 就大家都會很關心你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有一些狀態 自己的風雨 那我其實知道自己的狀況怎麼樣 我知道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只要我自己知道我是好好的 開心的 那就好了 這歌有點淡淡 哀愁 但是其實它並不是一件悲傷的事情 就是說人要學會跟自己自處 要學會面對自己的孤獨跟寂寞 這樣一首歌 這歌叫自己的風雨 那我們要來聽你清唱一小段 好啊 他副歌是 我自己的風雨 我自己去躲避 我自己的身體 我自己會關心 沒有不開心 總要喜歡自己 不完美而已 我自己的風雨 生活可以 繼續 就是淡淡的啦 但是 就是你如果聽CD這樣 他的編曲 然後整個 他就說朋友只剩下那幾個人 真的 來人把我的CD拿去放 有好幾個早已經結婚 對不對 對啊 然後歲月在夜裡發出嘲笑聲 這凌晨沒有醒著的人 對對 就之類的 可是剛剛那個歌詞聽起來 就是有點小自閉 不是啦 我覺得不是自閉 不是說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就是自閉 也沒有說那個 但是你就說我自己會 我自己會這樣子啊 難道你自己不會嗎 會會會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還是說他就太倔強了這樣子 不去 就是想說 所以你是任性的人這樣子 我是希望 當然我希望 生命中有很多人 朋友 知己 家人 當然是美好的事情 但是我也不覺得 不能自己一個人做 那天我才跟一個媒體做專訪 我們才講說 什麼東西是你覺得 你可以自己做的 他們就說看電影 我說可以啊 吃飯可以啊 我一個人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後來就說 那生病了去醫院 我就想想那畫面 我好像沒有試過 但是我覺得 如果這樣的情況 一個人 就好像真的有點可憐了這樣 沒有可憐 就是比較 堅強 對也是堅強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 也只能這樣啊 但是就是還是要堅強的 生活裡面遇到 還是要堅強的過去嘛 對對對 這就是要告訴人家說 這個人真的超堅強 那搞不好你那個生病 是因為不想讓人家知道 也未必是沒有人陪 這是兩回事 嗯 也是 對啊 所以不要這樣想 事情總有一些很 那個 不能夠讓你解釋的 嗯 我們今天喔 有這個 很多帥氣的那個 張栋梁 哇 真的蠻帥氣的齁 真的真的 我先隨便抽一張好了 這什麼 十六公格 好 好 報道說你看了一部玉子之後 就不吃肉了 哦 所以你是得了什麼啟發 沒有啦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很 很簡單的一個個人選擇而已 它也不是一個一輩子的事情 我只是當時 去年九月嘛 看了這部電影 然後就覺得 欸 那試試看來先不吃肉好了 然後 就到現在就都吃海鮮素 那我覺得OK啊 然後也是一個新的嘗試嘛 他身體有變比較健康嗎 呃 是還好 本來就蠻健康 但是聽說最近好像 大家看到我都覺得我好像比較輕瘦這樣 哦 我不知道跟不吃肉也沒有關係 可能有吧 但你看起來皮膚很光亮 哦真的嗎 謝謝 然後整個狀態上來說 也就是一個非常有陰氣逼人的感覺 感謝 很客氣喔 哎唷 我喜歡這個題目 粉絲專頁上啊 經常看到有 梁靜茹凡凡豆花妹會去按讚留言 我們最喜歡打探人家的秘密了 請問你跟他們三位有什麼友好的關係 我早上才見到豆花妹啊 她很開心 她殺青了嘛對不對 欸嘿嘿嘿 你怎麼知道 我跟她就是大家都有在關 真的喔你們是老朋友了 對啊 我都有在關心她 她非常努力的一個 你們認識很多年了 還是怎麼說 對對對 緩了蠻多年的 我們那時候 對粉絲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想要打探小秘密的 那時候跟她一起拍了一部偶像劇嗎 然後拍完 你看我後來拍拍婷婷唱唱專輯發一發 這中間她幾乎都沒有停下來 她幾乎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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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 她現在當紅女衣啊 對 加油啊妹妹啊 然後 對啊 林凡也是半個馬來西亞人啊 對啊 然後大家都 非常欣賞彼此的音樂 是 那靖茹就 就好朋友嘛 對啊 剛剛出門前她還給我發簡訊 說她聽完歌覺得很好聽這樣 所以那個呢 其實我是 我是一個圈內朋友 坦白講 比起其他藝人 我是一個圈內朋友 真的不多的人 但是可以留下來變朋友的 就都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因為製作人設計這些題目 她是認真去爬你那個粉磚 然後她就發現 動畫妹大概 每篇發文都來給你點贊 喔 因為我說點贊就可以請吃飯啊 喔真的喔 亂講 原來你們還有這種協定 私交很好啦 跟她私交很好 真的 我想要看這一 欸這個你自己唸 自己這麼難啟齒喔 沒有我是覺得很好笑而已 我也不知道他們兩個再那麼近 怎麼又是他們三個 好爛的題目 好開心喔 我們最喜歡這種題目了 就是無厘頭 就是開心好玩樂 先救誰啊 那我也跳下去算了啦 大家一起在裡面游泳嗎 大家就四個人 剛好湊成一個麻將桌 在那個水上打麻將 感覺來是一個相當神奇的事情 那滿好的 欸一直有人叫我要向你寫那個 夢想版先 喔夢想版 對啊 因為他們剛剛發現了你文青的特質 對啊 欸我的筆咧 可是我字很醜耶 我就想要看你很醜的字啊 人已經夠帥了 字還那麼漂亮 這還得了 不是誰要給你寫的筆 不是誰要給你寫的筆 哇天啊 你整個偶像站起來找筆耶 像帥氣耶 那衣服大衣灰 就是一個大俠耶 結果在我的口袋裡 沒有啦 欸來了來了來了 欸說真的就是你 你就是也是一個那個粉絲無數的人 然後你最常跟他們做什麼鼓勵啊 誰 你的粉絲朋友們 我的粉絲朋友們啊 還是你們也很少有一些 我其實比較少在我的粉專上面 跟大家互動 但是你們的留言我都會看 我只有偶爾 比如說那天 第一天發單曲 發到最好的快要發聲 我就會 12點我就在線上說發行囉 然後我就在那邊跟大家互動一下 大家聽了感覺怎麼樣 就特定情況我會跟大家互動 但是 基本上 平時我就是在看大家 給我什麼留言這樣 是 好 我要寫這個嗎 對啊 夢想是什麼 欸你可以一邊寫一邊唱歌啊 喔我的夢 這要填我的夢想是什麼 不是欸 是你要鼓勵大家的夢想 那你要一邊寫一邊唱歌 我覺得也是一件很high的事欸 這樣不行 這樣很像 這樣很像 左手要畫正方形 右手要畫圓圈 欸怎麼知道我就是這個用意啊 我想要看一下 張宗良有一種 手足無錯的那個喜感 你畢竟也曾經演過一些小喜劇來著 你知道這一段時間就是主持人要一直講話的時候 講啊 最好的事都要發生 夢想就是最好的事都要發生 我們大概是這個意思 這真的有點醜 欸我的專輯裡面有我的手稿 有啊我剛剛有看到 對啊 剛剛我拿去給那個導演 本來我以為想要寫比較大一串的 真的喔 但是後來發現寫大一串真的太容易 有啊在這裡在這裡的手稿 就寫兩句還可以 我始終相信最好的 快要發生 有這麼難看嗎 欸真的欸 我是真的突然就看我總那個字欸 我們都要相信著最好的快要發生 對跟我板子差不多啦 我寫最好的都要發生了 加油 夢想就是最好的都要發生了 這真的很重要欸 對啊我覺得信念很重要 就是而且信念當中的正能量很重要 沒錯 就是一直在那邊說什麼 我們一直向前走之外 就是要給自己一個好像很正向的鼓舞 對 但是我覺得但是不要太去針對那個目標 就說我一定要達到 沒有達到怎麼辦怎麼辦 我覺得就是有了目標之後就 很正向的保持著那個態度往前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往前比要硬要到那個地方更重要 那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可以啊 那這要不要先蓋起來 好啊 那有這個想法的人的意思是說 他一直以來都還沒有遇到最好的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沒有事情是最好的啊 我覺得你活到這一 我個人這麼覺得啦 我覺得這一張專輯 我也覺得是到目前為止我做到最好的 但是可不可以更好 當然可以更好啊 我走到今時今日是我人生最帥的境界 但是可不可以更帥 當然可以啊 這樣講得懂嗎 我懂我懂我終於明白你剛剛跟我講說 讓你一開口的話 其實我也不用特別講太多話 對啦我覺得 欸你可以開一堂那個什麼心靈雞湯耶 然後就一整個小時 你有興趣嗎 我們要問你做一個嗎 開一個檔節目 不用不用就是 我們可以幫你做一個特別的 就幫你真的錄一檔 就讓你一直講話 然後講話 輕唱 講話輕唱 這樣 你要不要 那我們幫你排七成 你裝髮好 我們出機去拍你 回來在三立新聞獨家播出 好 聊一下聊一下 這樣子OK嗎 就最近嘛 反正你現在就是剛好通告跑一跑 然後想一下 想這一段時間想跟大家聊的事情 然後我們幫你做一個 時間由你自己控制 不要 就你要講一天一夜 我們就盡量拍一個有空的人 然後幫你 可是我不是 我是那種 突然間神來一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但是你要我 就是很嚴肅坐著 然後一屁一啪啦 那我們派一個娛樂小記者 去那邊跟你瞎聊 然後跟你點觸發 你一定會有很多想法 搞不好你看到那個小朋友 就覺得 啊 哥哥跟你講啊 什麼什麼這樣子 你要不要嗎 也可以試試看 試試看 那我再請那個製作人幫你安排一下 這是我們一個盛情的要約 那種經紀人 雖然我們不用理會他們 好不好 你當天要有胡渣 那種招牌啊 髮亂啊 或者穿背心 回到最好啦 對 就那是最好的 我們都是這個意思啊 我們要到最好的狀態 沒有 我是說真的不會 真的不要去執著於最好 因為不會有最好的 我覺得世界上 不會有完美的事情 是 事情總會有兩面嘛 總會有好不好 不好的就下一次 有機會再做更好的就好 對 所以不要太執著 到底是不是最好 今天幫你做了這麼多題目 然後都我幫你亂抽耶 你自己來抽一個 我要抽幾題 先讓你抽三題 先抽第一題 先抽第一題喔 對啊 先抽這個 好 給你抽 喜歡粉絲說你帥 還是說你唱歌好聽 他們都會說 你怎麼人長得又帥 唱歌又這麼好聽 喔 不好意思 誰抽題目啊 所以這樣真的很難選耶 他心中回答完了 喔 他們原來是這樣 他應該沒有認真看留言 你怎麼長這麼帥 又怎麼會唱歌 原來是他們這樣子 好 再一題喔 三題對不對 第二題 好 第二題 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會希望回到哪一年 人生有後悔過嗎 這個 這麼嚴肅喔 突然間 沒有沒有 就是 我們就服了 其實我好想回答 其實我好想要講什麼 你很好笑 天啊 你的喜劇魂上升了 我突然間好開心喔 我 我認真思考 是真的沒什麼後悔的事情 我不是說我這一路走來 都非常順遂 從來沒有覺得自己 就是覺得好像有挫折 當然不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走過了 你再回去看 我倒是覺得它是一些經歷 一些成長 我不覺得我後悔 因為我上一張專輯 怎樣的張栋梁 其實就是第一張 我開始自己 很多想要做一些 跟以往比較不一樣的唱片 坦白講 我覺得那是我人生 歌手生涯 第二個階段的 重新開始第一張 這個是第二張 這個是第二張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 開始去 那時候我設定一個主題 我說那張栋梁今天要做 要做專輯 其實如果不唱情歌了 那不唱情歌的 張栋梁會長什麼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些歌 包括 《現在你是怎樣的人》 《年華》 然後還有一首歌 就是叫 《人生沒有如果》 因為我是真的相信 沒有如果的 就是像這個問題說 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要回到哪一天 當然可以開玩笑的 隨便講一些東西 但認真思考 我是真的相信 我不太會去想如果的 因為我覺得就往前嘛 不用一直想過去 但是這個我可以回答 如果再回答一個機會 我覺得我想回到 求學時期 就像我剛剛看到 《學弟妹》的那種氣氛 或者是09年 我第一次選擇 停下腳步 停下所有事情 去紐約上課 然後短短那兩個月 讓我好開心 我就覺得 以前小時候不懂事 媽媽 就是爸爸媽媽 讓你去學校上課 你不懂得珍惜嗎 那時候不懂事 然後現在出來社會 才發現 有機會再回到校園 再學習這件事情 是這麼開心的事情 所以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 帶著我現在的這個 你知道 認知 認知 我覺得回到校園 我應該 是個蠻厲害的學生的 應該應該是 那你剛剛講的三首歌 那如果 那三首讓你選一首清唱 你要唱哪一首 年華吧 唱年華 好啊 那我們有這個榮幸 聽一下你唱一下年華 沒有 沒有 真的 好 我只好一個 我現在也是要偶爾有一些男相處的氛圍 然後比較能夠有話題 就今天來也不能太順暢 就說 張東娘去安大明星男相處 就是可能也有 對對對 反而娛樂新聞嘛 對 我們大家就是開心 對 好年華 年華 好 會不會忘詞 我一月份的時候 在台北一個演唱會 然後這首歌幾乎整首歌都沒唱 就都在台上哭 真的喔 因為這歌 這歌很重我的點 那時候在做這張唱片 這歌是非常非常私密 唱給自己聽的一首歌 好私密耶 對 所以 其實現在 我真的覺得我做音樂 我希望 很誠懇 好 所以大家 其實真的想要了解我 真的 就是去聽我的歌 裡面都是一些我的狀態這樣 好 包括這一張專輯 好 年華 OK 相愛或分開都一樣掙扎 人們忙著喧嘩 說別人喧嘩 能不能走下去還有待觀察 我不會回答 先緊抓似水年華 先緊抓似水年華 然後這歌 這歌最後 它最後最後最後 有一句是唱 別急著回答 對 我覺得很多時候當藝人 當然 媒體 關心 也是你們的資者 然後我們就是一直要回答 但是 偏偏我就是一個不喜歡 一直解釋 一直回答的人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 說了一個答案 它不能解釋完全的事情 所以 這個歌就有點說 別急著回答這樣 會不會是因為你那個 外顯的形象 跟真實內心裡面 那個 比較有韌性的你 其實還是有點落差 所以 在某些狀態當中 會帶給你一些拉扯 其實我現在都盡量做得自在 我覺得現在大家看到 我現在跟你聊天的狀態 除了如果你在家裡看到我 可能會有個法哭之外 那其實它的狀態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在公司跟同事的相處 跟媒體 跟朋友 其實狀態基本上都是這樣 就是我今天的 就是小小的一個到此刻的那個心得 就是 你是一個意外的能聊會聊 而且是一個很療癒 對方的一個聆聽者跟訴說者 跟引導者 就是 不知道耶 您就很貼心 謝謝 然後可是那個貼心 要讓你那個幫你 把那個貼心的氛圍勾出來 好像有點難 我比較慢熱啦 也不是慢熱而已 不是你走在街上 你不可能總是 你不可能莫名其妙去關心所有人吧 我懂我懂我懂 總是需要看到 他好像需要我的關心 或是需要我給予什麼 我才會出手 所以當他如果跟你表達了 可能某些需要的時候 你就不會吝嗇的 我不會啊 如果我做得到 可以讓別人快樂一點 可以讓別人寬心一點 為什麼不呢 那剛剛這邊有一個 那個員工有一個小小的需要 什麼需要 就是 他們今天這邊有個長官生日 然後但是他不在 然後他想說 就是請你唱生日快樂歌 他們錄起來送給他 喔他走了啊 他沒有走 他也是一個慢熱的人 我相信他應該是尷尬 因為他每次在這一段的時候 他就很想留著 但他又很想逃走 好啊當然可以啊 那因為剛剛我們有開放點歌 於是我們就點了生日快樂這首歌 可以啊 這樣還OK嗎 OK啊 那你有感受到他的需要嗎 有 需要迫切的 真的真的 我給他雙語的 真的喔 好耶好耶好耶 那你要記得有人要來那個 我們 我們那個製作人決定錄最大的畫面 然後給他 那這首歌啊 就當作日後 只要有人看安安大明星 需要親生我們就拿出來播 好 我一定喔 對啊 就這樣這樣就是 結果搜 結果搜尋洞良的Hit Song Happy Birthday 有有有 然後就是 比方說那個 比方說我哪天要蔡黃如來 然後就說 欸張洞良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就放 我就放 好驚喜這樣 好棒喔 我已經成為我們那個三立心網 送給那個 有熱情想要點播 生日快樂給什麼朋友的人 就是唯一可以點唱的 就只有張洞良唱的生日快樂 就這樣 我們這邊以後就有這種 特別的服務 哇好榮幸喔 你果然是人家提出需求 你都會給予滿足 當然啊 雙語版喔 生日快樂歌準備備 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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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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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那個生日都放這首歌給他聽 難得耶 大明星唱的生日快樂歌 然後要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 棟梁的那個MV 喔 對對對 今天 今天晚上十點 剛剛大家看到那個MV 因為我覺得這個MV是需要看幾遍的 要要要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主線 包括有東京發生的 有北京發生的 台北 然後還有倫敦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 剛剛看那一遍不過癮 覺得有些事情搞不懂 那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十點 這個完整版的MV就會上線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然後可以瘋狂的點閱一下 然後看一下這個MV 然後分享這個劇情 瘋狂點閱 然後如果達到一個你喜歡的狀態 你就瘋狂瘋狂的想一個 那個回應他們的方法 對 那我的人就非常貼心 你有要求我就滿足你 對對對 就像剛剛我們 齊敏唱生日快樂歌一樣 如果這個點閱達到什麼樣的數字 然後張棟梁就有神秘回饋給人家 對 對 希望大家多支持啊 這次不管歌MV或者是專輯 真的做得很用心 希望你可以用更 更多 讓大家可以更靠近你的方式 然後得到更多的擁抱 跟你擁抱更多的人 我感覺上來說就是 你是一個大家一定會很喜歡的人 可是好像就在我們的中間有一個什麼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打開之後 我相信你那個能量散發出來 別人會很感動 而且會覺得很喜歡 謝謝你今天來 謝謝 我加油 謝謝佳安哥 謝謝大家 不要說加油 就是你很棒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張棟梁的好 請支持張棟梁的最新的作品 然後數位上架歡迎大家下載 謝謝張棟梁今天帶來他的 謝謝 謝謝 單曲最好的是 最好的快要發生 最好的快要發生 祝福大家最好的都會發生 一定會的 謝謝張棟梁來安安大明星 下次見囉 謝謝 謝謝 安安安大明星 你要的全都在這裡 安安大明星 你要的不限量公益 耶 嗚嗚 嗚嗚 感谢广大观众支持 晚上最霸气华剧界面会来咯 3月24号礼拜六下午一点半 我们不见不散咯 我们不见不散咯 我们不见不散咯